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牛仔骨 牛仔骨冲洗后断开 那买的时候呢 除了注意它热气以外 还要多看一眼 看它这个地方要宽宽的 那最简单的调味方法呢 是你直接放适量的叉烧酱 或者烧烤酱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跟着我这样调 葡萄酒或者料酒 盐 糖 老抽上色 拌匀鲜 如果你赶时间就用手抓 给一点粒帮助吸味 然后给一勺淀粉 再度拌匀 那如果你觉得这样调味太普通太广 那么你也可以加些你自己喜欢的香料 最后撒一层油 带用 顺便给它一块一块摊平 锅热刷一层薄薄的油 牛仔鲜 牛仔鲜 铺平下锅 下一层配胡椒 你可以盖上锅盖 差不多两三分钟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血汁冒出来 我们翻面 我们翻面 再一层胡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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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盖回盖底 正面时间可以盖短一点 同样的它可能也会冒出一些血汁来 我们就这样反复的翻个几个面 它会变得越来越亮晶晶 这样完美的样子 我们就可以起锅了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